声音3标签采访 实力上会被激发出来被你自己带走出来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一定会帮你变得更强大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就是 其实大家如果一直不出去 听一些不一样的语言的话 可能你会更 封闭自己一点点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去听一些 你会发现 哪怕他们分析的好像是对的 但你发现那不是我想做的 这也是可以的 对而且你会让你更忠于自己的去表达 去做你的舞台 就可以用你的想表达的东西 好好那你觉得我们天司的舞台 跟别的节目 你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在哪 我说它比方说它像个考试 但感觉好像是 不是一个吸引大家来看它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很多热爱音乐 或者是想听好音乐 然后或者是想去感受音乐 或者是想去分析音乐 我觉得是四处不同的 都是非常值得来天司的声音 天司的声音3这一季开播 第一期就很惊喜 除了剪辑被吐槽以外 剩下的整体评价是不错的 尤其是极客俊逸和盖合作的歌曲 问风 已经成为某播放器流行指数 巅峰榜第一名了 要知道之前第一名的位置 一直都是美人鱼 虽然最终不是推荐金曲 但是在各大媒体的热度 是足足第一了 第二期歌单网络上又曝光了 第二期的飞行嘉宾是 阿云嘎 盖 康姆士乐队 信 梁龙 西林娜一高 唐义 肖若腾 第一队组合阿云嘎盖演唱歌曲 兄弟 不知道是不是任贤奇的那首兄弟 这两个人的音色都很有特点 尤其是阿云嘎也参加了不少音宗 人气上也更高一些 第二队组合 康姆士乐队 信演唱歌曲 玫瑰窃贼 这是第一期录制节目的两位飞行嘉宾 这一次节目组学聪明了 可以让飞行嘉宾连上了 多录制几期 可以和不同的音乐合伙人 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第三组歌手 梁龙 西林娜一高 演唱的 肖 肖这首歌曲和问风一样 都属于网络红歌 不知道两个人是否对这首歌曲 有着新的理念 超越原唱 让歌曲有更高的格局 第四组歌手 唐义 肖若腾 演唱歌曲 以梦为马 唐义竟然连上了两期 可能节目组确实在请飞行嘉宾这块 走向了瓶颈 第一期 唐义与乐评人之间的battle 并没有收获太多观众员 这个女孩 无论从唱歌的感觉 还是语剑上团对话的感觉 都不是那么讨喜 能上两期 也能证明第三季请飞行嘉宾 确实不容易 然后就是两两对唱环节了 五位导师具体和谁合作 还不知道 但是五位歌手的演唱歌曲 是已经确定好了的 第一位音乐合伙人 张绍涵演唱歌曲 阳台 这首歌曲一搜 就可以搜到很多版本 具体是谁的阳台 还需要节目播出才知道 第二位音乐合伙人 胡海全演唱歌曲 唯一 这首歌曲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很有可能就成为 第三季的推荐金曲 第三位音乐合伙人 周深演唱歌曲 算你狠 如果这是陈小春的那首 算你狠 那周深这次的选曲 就真的狠了 也很期待周深 和哪位音乐合伙人 能把算你狠 演绎成什么样子 第四位音乐合伙人 盖演唱歌曲 秘密 盖第一期的表现 绝对吸引了一大波路人粉 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 是太讨喜了 第五位音乐合伙人 胡彦斌演唱歌曲 浪人情歌 胡彦斌的歌曲 改编能力一直都是导师中 出泪拔萃的 这一次如果合唱的 飞行嘉宾变化一下 说不定能产生 和第一期 问风一样的化学效应 第二期 有望成为推荐金曲的 单从歌曲选曲来看 应该是 唯一 算你狠 和浪人情歌 这几首歌曲 都是非常有演绎价值的 最终的呈现 还要看这五位音乐合伙人 选择合作的飞行嘉宾是谁 这一期你们最看好 哪位歌手的歌曲呢 本周六预告 其实是非常值得纪念 打开了新的皮肤 本期推荐金曲 周六二十点三十分 无见补散 可别记错了